药局货架空无一物 就连库存也全数告庆 中国各地新冠病例数翻倍成长 掀起药品抢购潮 随着一药难求的严峻情势持续恶化 黄牛吵架现象也迅速蔓延开来 有一部分是已经痒了 然后因为咳嗽没有药 所以就是很难受那种的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地方 就是线上也买不到药 中国国家药监局 今年二月份首度批准 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进口 定价为每核2980元新台币 不过随着今年下旬 中国政府在毫无配套措施下 突然政策急转弯 导致各地确诊数暴增 民众一阵恐慌下 Paxlovid库存全数告庆 甚至还有黄牛在地下黑市 把药价炒到新台币六万多元一盒 都还是一堆人疯抢 至于买不到正牌口服药的人 只好退而求其次 转买印度防治药Primovir 让这款品质恶劣的山寨口服药 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 飙到每核1.1万元新台币 还有药品代购上透露 中国境内新冠口服药几乎没有现货 不接受预定 而民众付款后 需要等待三到七天才能收到 买现在买这个药寄回去 可能路上最长要花一个月 所以现在我们的心情也就是觉得说 早寄早收到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中国缺药乱象 不止于此 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 竟然还有确诊民众服用抗艾滋病的 中国国产药物阿兹福定 来治疗新冠肺炎 多家中媒报道 当前中国农村疫情来得又快又猛 各地发烧门诊病患相较于防疫松绑前 已经大增超过五倍 导致医疗体系崩溃 引发严峻的药荒 尽管如此 中央政府却声称 新冠药物不但没有断货 各大药厂也正在大幅增产 而官方这样与事实相违背的说法 反而令外界更为担忧 防疫意识薄落的中国农村 恐怕无力抵挡病毒肆虐 环宇新闻谢中月综合报导 中国持续上演 强要乱象 而北京当局宣布开放出国旅游 飞往新加坡航班定位量 突然暴增六倍 来了解为什么 中国新冠疫情大爆发 当地到处都有人买不到药 连带影响新加坡也掀起药物抢购潮 使用在新加坡求学后工作的中国人 因为担心轻油买不到药 因此纷纷在新加坡买药 寄回中国 却反而也因此导致了新加坡药物短缺 治疗发烧 咳嗽感冒的非处方用药 需求增加旧牌影响新加坡内需市场 当地卫生部门也密切监测 同时也不断建议民众 只要买自己够用的量就好 大部分的店家也陆续寄出 针对普拿藤部落分的限购令 有些人他们自己 一个人可以买很多药 可能他们寄出去的 寄出国还是什么 9月10月都没有货来的 很少啦 有也是一人分一点点 够谁卖 都够人家卖 他们可能会给你同样的资料 像是我们的购买 所以当他们进入 如果他们想买 我们会卖给他们 但我们也有保障 如今就连一些 可以邮寄药品的快递地点 也都出现排队人潮 尽管生活受到影响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 依旧可以接受 因为家里面都 生病了 只是退沙巴了 我们也是都是 靠那个免疫力过来的 是不会啦 因为我们的政府会经常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都他们会补货的 所以不会有这种担心 就在各国发生输入 吸引物资抢购潮的同时 中国又宣布 将在1月8号起 奉宽出入境防疫管控 预计中国游客 将排山倒海 涌入全球各地 届时抢要的状况 恐怕会更加严重 对此新加坡当局 暂时不会改变 对入境旅客的防疫措施 但将严密监控 防堵这一波中国抢要潮 以上就是华语新闻 特派记者 没有诚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安排